你不要过来啊 过去 大夫什么时候悄悄练了嘴盾 不用植物就能打败僵尸了 这我可得认真学学 好用来对付各位小伙伴们的下次一定 不过在我学成归来之前 还请大家把这次的赞 先给辉哥安排上吧 经过调查 大夫之所以学会了嘴盾 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僵尸的口臭 想必植物们肯定也扛不住这生化武器吧 有请潘周丹 29岁 看这出场方式就不一样 非但学会了嘴盾 还紧跟网络热梗 这些表情包不能中指 也不能直接攻击 正确的做法是托给大夫 让他发动语言攻击 两个表情包就能击退一个僵尸 按这个效率轻松停工五波不是问题 这里面呢 有的僵尸会爆出磁铁 可能使上方的宝箱升级 有的会爆出阳光 试取后可给大夫升级 在第二波的时候 我将宝箱升到了满级 解锁了新的表情包 一个字 绝 不愧是隐藏表情 非力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就拿三四轮僵尸来练练手吧 来到了最后一轮 大boss应该要登场了吧 我想到过是僵尸巨人 或者是僵尸博士 但万万没想到 竟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恐龙 你这个想不起我 对对对 根本没有难度 四五个表情包直接带走了 至于剩下的恐龙和僵尸 压根不用放在眼里 慢慢悦悦地处理就可以了 全军出击 诶 接下来是英雄之间的教练 目标是找到五位英雄 并获得胜利 这只猪有点亮呀 白龙马的草料都破识了 只能满意去洗钱了 生活不易 八戒卖艺 让我来感受一下你的歌喉 你再给大家跳个舞吧 好嘞 没问题 一只猪在灯下唱歌 就是诸葛亮 这个谐音让我始料未及 刚才八戒还说 想必这拳杖肯定另有玄机 他没办法往左移 但可以往右旋转 一花一世界 一目一幅生 玄杖等于玄藏 自知不分呀你这 这个意思话肯定没许好拼音 接着看旁边这位老头 点击他就会张开嘴巴 难道是要喂东西给他吃 我知道了 地上有金元宝 让他咬住 就是咬金 有道理 事实证明 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画面中唯一能吃的东西 就是树上的果子了 寒杏等于寒线 刚才平鞘舌不分 现在又整了个前后鼻音不分 我真是无语注了啊兄弟们 唯一跟驴有关的 肯定是驴布了 驴是吃草料的 这怎么还吃撑了 我帮你排出五股轮回之气 战争为我而生 一头驴放了个不 就是驴布 你这得多大脑洞 才能想出来呀 哎呦喂 一个字 绝 还差一位英雄 画面中还隐藏了 什么线索呢 台阶可以移动 两个颜色一样的 可以合成 然后得到了一个箱子 哎 这里还有只蝴蝶 进去吧你 以前我有一座花园 原来那只蝴蝶是个扑轮鹅子 对于藏鹅等于嫦娥这种谐言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就开始战斗了啊 对线当然也不能按照正常思路来 一方第一个是周宇 那咱就派出诸葛亮气死他 战术如此拙劣 你的老师知道了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更不用说一直对嫦娥轻心的八戒了 对付悟空最简单了 直接派出师父 唐玄藏 第四个是项羽 霸王别姬的典故 大家都听说过吧 这跟韩信可脱不了关系哦 最后剩下吕布对嬴政 这俩人貌似没啥关系 但作为一个战士 难道还打不过一个小小的法师 嘿没想到还真就没打过啊 虽然结局是胜利 但不完美 你们发现了没 合照里面并没有吕布 而是这个人 看来还有个英雄没有找出来 经过我的一番研究 把金元宝放在克这个字上 即可召唤金科 这就对上了金科四秦王的典故 最终大获全胜 能想出这么稀奇古怪的脑洞 简直非常人所能及啊 好啦各位小伙伴们 规定的脑力都快不够用了 快多多点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